有人當初看到大雅那個發文 你是第一時間就決定要站出來支持他 還是其實沒有考慮 其實說實在的 如果我沒有看到一千萬的話 我沒有想要特別讓自己具名在這件事情上 但是可能是個性使然吧 我不太喜歡那個狀態是 好像看到有一個受害者被圍毆 所以我就看到一千萬我才決定 把事情說出來 我是提高的動作 讓你絕對要提高的這件事情 對 什麼時候會擔心 什麼時候會擔心這是被告 我當時是 因為我是一個很悲觀的樂觀者 意思就是我決定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會把狀況想到最糟 那到最糟的時候我會 例如說我決定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想著如果我真的要負債一千萬 那我就想應該可以分期付款吧 那但是我之後就沒有工作了呀 但是我以前我有做過打工 而且我學習能力很強 那我就可以支付那個金額 那就對 這時候那個很樂觀的我就出現了 所以 再加上如果我沒有決定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接下來的人生每一個晚上 我可能就會睡不著 或者是很後悔 那那樣的內耗可能才會要了我的命 所以我才會決定站出來這樣 有很多人的官司有氣勢嗎 你有什麼訊息嗎 你有什麼訊息嗎 有什麼訊息嗎 一定的 我第一時間就有 就是傳訊息 祝福這樣子 恭喜他 感覺像是放下了 某一顆石頭這樣子 非常非常祝福他 段飯你有發文 是要裹斥你的內容這樣子 那看到這個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我發了那個三千多次的文之後 我很明確地表達了我的想法 跟想要說的事 那這以外的事情 我認為都不關我的事了 很明確